一连四年为同一品牌代言内衣的杨锦华 被民众票选为新一代内衣女芒果真是实至名归 6月10日他于台北出席代言活动时更大秀好身材 傲人的上位在一众模特中拖映而出 艺术厂便谋杀大片飞铃 随后的采访环节 杨锦华也大方和大家分享平时保养的小秘诀 他谈言除了平时洗澡时按摩保养 饮食方面也多吃含有胶原蛋白的食物 而提到是否希望另一半帮自己挑衍内衣食 杨锦华随即表示那是一件很贴心的事情 但是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 吃什么可能胶原蛋白的东西多一点吧 对可是胶原蛋白也会有孤岛皮肤啊 肤脂 今日忙于拍摄《新细的他》 日前被媒体报道有新的护花使者出现 杨锦华猛打太极说彼此只是朋友而已 而被问及是否有发展的可能时 他则避开话题表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但现在觉得能够集交新朋友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朋友就是要出去才会认识啊 对啊 那我觉得我跟每一个认识的朋友都是 会先搭一起出去吃吃东西啊 然后或者是做一些我们就是一群朋友会做的一些活动 这样子 有发展的可能性吗 嗯 我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 有朋友是一件很好的事情